通常这样军规的手机壳可以用来保护手机 不过有民众却发现了 他的手机壳没事 手机却出事了 花了近2000元买了Blackpink联名手机壳 保护力却不怎么样 从口袋掉出离地裁一公尺 手机壳没事但镜头却被刮伤 消费者不满 号称通过军规等级 怎么这么不堪用 另外也有人说不小心摔了同品牌的手机壳 壳裂了一小角 但整个手机背面爆裂成蜘蛛网状 其他网友看了也傻眼 直呼自己几百块的壳还比较有用 你让我看到这个 我还是以后都用这种的好了 超便宜的 就很常摔啊都没事 实际拿到手机维修行测试 不论怎么摔模型机都被摔烂了 可依旧还健在 业者也透露确实有消费者反应 灾情不少的手机壳品牌 相较其他同等级的牌子 损坏率多了两成 Castify这一个品牌 它从就是以前到现在 都会被就是民众反映说 它有军规 但是它好像不是像其他的军规品牌 那么的仿摔 事故系列发生了 那它在它的结构设计上 它的背板不容易破 跟后面的铁片它是没有连在一起的 对此手机壳品牌表示不回应 但其他维修业者分析 该品牌主打环保材质 因此可能比较容易老化 另外虽然不会因为 裁装次数而变松 但大概两到三年 就会弹性疲乏 必须做更换 除此之外 也提醒手机正面和背面 直接落下 伤害最为严重 就算有装壳 还是得小心 体育日月新闻张晋明 吕终于台北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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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